你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来到书馆啊,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在咱们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呢,咱们先聊几个这个好朋友在这个评论区的留言 首先呢,就是一位朋友说呀,很明显这索伦人啊,索伦兵不能为河通破支战这场战争的失利负责 其实呢,我也是这么看,雍正皇帝啊,之所以把这个索伦人呢,不失援手,为战怯战,当作战场失败的诱因 那完全是因为他想保富尔丹,那为什么雍正皇帝想保富尔丹呢 我个人认为啊,并不是这雍正皇帝起了爱将之心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雍正皇帝啊,在历史上的皇帝里算是个小心眼的人 因为这雍正皇帝不能承认富尔丹在决策上出现了问题 那很简单,富尔丹之所以能决策,能敢决策,那都是雍正皇帝的意见 也就是说这八七兵呢,是执行了富尔丹的命令,才遭到了河通破支败 但是呢,这富尔丹的命令是谁下的呢,是雍正皇帝下的 那身就起来完了,那战争失败的这个帽子,直接就得扣到皇老爷子脑子上 他能干吗,可是这话又说回来了 那刚才咱还聊这事呢,这雍正皇帝啊,他是个小心眼的人 他能把这事就这么完了吗,当然不能 雍正十年的七月,这富尔丹呢,带领着三千人马在一次对准战争当中啊,失败了 结果呢,这主帅西宝弹劾了他,结果雍正皇帝罢免了他领事卫内大臣 以及镇武将军之职,消去公爵的爵位 哎,成了老百姓,并且还下了狱了 哎,您也不用替他担心,最后啊,还是乾隆皇帝起伏了他 在大小金川之义上啊,身为老将军的他 带领了自己的旧部,没少立功 后来还做过一任黑龙江将军,乾隆十七年病逝 这朝廷还给了个嗜好,嗜好啊,叫做温雀 当然这是后话,咱们这部书啊,提不到 我个人觉得这就是雍正皇帝为什么在战争结束之后不治富尔丹罪的原因 还有几位好朋友质疑,六万准戈尔人去追击清军 哎,这个数字六万人到底是不是夸张了 实际上真没有 您想想啊,广准戈尔真正的骑兵就有三万 达瑟琳敦多布,作为这个国家的大将军 这场战争准戈尔一方的主帅 在战场上就对这些清军下了诛杀悬赏令 活的死的,以及各级官员明码标价 从这个十两到两万两不等 那这些牧民很容易就被煽动了 我相信在这一时期,这个地区啊 有个六七万准戈尔牧民是很正常的 刨出那些老弱病残不能动的 其他人,大测零敦多布下了将狱了 都得给我出去逮清朝人去 其实这种将狱不用逮 把悬赏令一贴出去 大伙啊就都出动了 关于六万人这一个说法啊 我是相信的 再者呢,咱们是讲历史故事 这六万这个数字呢 也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哎,巧了 这苏兰人写的准戈尔韩国史 以及清史啊 这个数字都能对得上 得嘞,这就是咱们简单的回答了一下 留言区的问题 您要是觉得我给您回答的清楚 麻烦您一键三连呢 投币点赞呢 哎,这长按点赞对我很重要 谢谢您了 那今儿咱们开始说什么呢 今天咱们开始啊 是咱们准戈尔韩国这大段书里的最后一个板块 就是光显四之战 其实啊,这老听书啊 您都应该知道 这光显四之战 咱们讲到一半 您就能和呀 咱们前方讲的乾隆皇帝的十大武功的开头 哎,能够连上了 咱们一开始啊 就得给您先加深一下印象 什么印象啊 人名 您像这会人名啊 太乱了 乱在哪呢 就乱在侧灵身上了 您看啊 现在准戈尔韩国的大韩 名字叫做嘎尔丹侧灵 哎,他手下有两员大将 一员大将啊 叫大侧灵敦多布 还有一员大将啊 叫小侧灵敦多布 为了能区分的开呢 在咱们书馆里啊 我是尽量念他们的全名 可是啊 这光显四之战一打呀 又一个侧灵来了 这个侧灵啊 是布尔基吉特侧灵 康熙皇帝的女婿俄妇侧灵 后来啊 还被授予了亲王侠儿 她是当今万岁爷雍正皇帝的亲妹夫 嫁给侧灵的这位公主啊 是顾伦纯雀公主 哎 她比这个雍正爷小七岁 可是这妹夫侧灵呢 她比这雍正爷呀大五岁 哎 就是这么个关系 那咱们这故事先从俄夫开始讲嘛 哎 那不能 这俄夫一会儿再出场 咱们先得说说准杆尔韩国这边 这河通坡一战准杆尔韩国呀 算是打出底气来了 他们也知道啊 这清军兵分两路 这北路军呢 基本上已经被打得没有战斗力了 那越中旗统领的南路军呢 哎 也是马蚁穿豆腐提不起来 这越中旗越大帅呀 哎 知道自己带领的这帮绿营兵战斗力呀 实属一般 所以呢 就采取了咱们汉人将领的一个保守的防御战术 什么呀 高筑成啊 是广极梁 可是你想广极梁哪是那么容易的 这补给线实在是太长了 大军从西落而来 这补给线绵延千里 这准个二人呢 也是看准了这件事了 在这些年里啊 广是偷袭越中旗的这个运输两队了 据说就在这短短的几年当中啊 这清军丢失驼马 就达十万余皮 所以说呢 这越中旗越老将军呢 在雍正的晚年呢 被降罪入狱 那也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 咱们这故事重点呢 不在西渡军上 还是把这故事线拉到北边来 好 这会儿啊 这准个二韩国朝野上下呀 那这凶仆子 个个舔的都老高 一个个说话都带着底气 这会儿啊 他们在商量什么呀 他们商量啊 是不是赶紧就要派出大军 一股作气就要拿下卡尔喀蒙古 哎 有明媚人 谁呀 幸亏这大韩 卡尔丹侧灵啊 还有些理智 说咱们拿下这卡尔喀蒙古 不成问题 如果拿下卡尔喀蒙古 再像原来一样 让一个人逃跑到中原内地呀 咱们还是不能扶住 那这人是谁呀 这人很关键 就是现在呀 这卡尔喀蒙古的最高精神 宗教领袖 哲不尊丹巴活佛 要说这会儿的 哲不尊丹巴活佛 那可不是一世 哲不尊丹巴了 已经转世为二世了 那就得说呀 在一千二年 那一年呢 这康熙皇帝去世了 八十岁高龄的 哲不尊丹巴活佛 得着气之后 和吐血吐寒 一起到北京吊丧 可是很不幸 这老活佛呀 哎 当年就原祭了 原祭在北京 雍正皇帝大为感动 立刻拍板 就定下了 哲不尊丹巴的地位 哎 和这个达赖呀 班禅 以及这个张家 并称四大活佛 然后呢 就是赶紧操持 灵童转世 就是受戒坐床 所以说这会儿啊 和张家活佛一样 这直不尊丹巴一系呀 那跟清廷的关系 也是非常密切的 嘎尔兰侧灵说呀 要想拿下卡尔喀蒙古 这些牧民 以及众贵族啊 不闹事 不造反 咱们孩子先得 把这直不尊丹巴逮着 控制住这位皇教的领袖啊 咱们再到卡尔喀就好办了 出什么政令 都打着活佛的名义办呗 这牧民无出其佑者 百分之百的信教 所以呀 咱们这个智力上 就省下好多事 那既然呢 这战争的既定方针 已经定下来了 那说办就办吧 谁领命了 小侧灵敦多布 这嘎尔丹侧灵 给了小侧灵敦多布 三万人 让他带领着的 三万蒙古骑兵 深入库伦啊 去抓 折不尊丹巴二世 1742年7月 这小侧灵敦多布 率领着三万人 兵分两路 可就到了漠北蒙古 也就是卡尔喀蒙古啊 这兵分两路的三万人呢 不都是准个二人 其中啊 还有啊 布满清廷的 卡尔喀蒙古贵族率领的部队 按说啊 这三万人 已经是准个二韩国 能动员的最大兵力了 但是这三万人呢 并不全是厄鲁特蒙古 所以啊 也证明人家在家里边 留了这个预备兵了 要说呀 不留也不行 雍正皇帝两路大军呢 本来在西边 还有一支越中旗的部队呢 再加上和这个准盖尔人 有世仇的哈兹克人 还有啊 北边虎视眈眈的俄国人 他都得防着点 所以说您就想去吧 这会准盖尔韩国的大韩 卡尔丹侧灵啊 是多么的狂妄 可谓是群敌黄顾的情况下 他还有胆量 去漠北蒙古 翻过杭爱山 去捉拿 哲不尊丹巴二世 这会儿的这群厄鲁特人呢 那简直是太狂了 准盖尔军队刚一进入漠北蒙古 查汉索尔大营的清军总指挥啊 就听出信了 那么说现在这个清军的北路总指挥 还是富尔丹吗 不是了 雍正皇帝虽然没责怪惩罚富尔丹 但是啊 军前的大元帅换了 北路军的统帅啊 现在换作了西宝 这西宝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咱们也不深说了 既然要说这个统帅嘛 咱们战场上见嘛 这西宝啊 竟然没摸清对方军情的情况下 就派出三千人贸然出击 那你想想 人家三万人的两路大军 你这三千人压上去 还不让人一顿垮仇啊 结果大败而回 这小测灵敦巴布呢 倒是也没跟这群的清兵较劲 沿着杭爱山的北路 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向多轮出发 那这这清兵虽然一战呢 就败下来了 可人家这卡尔卡蒙古在这儿啊 还有管世亲王呢 一共啊 有两位 一位呢 就是管世亲王丹京都尔记 还有一位啊 就是这康熙皇帝的女婿 雍正皇帝的妹夫 俄父测灵 这不用伤了 两个人是分头出兵 约定好了战场上见 可是啊 这亲王丹京都尔记啊 他十分惧怕小色灵敦多布 到了离战场不远的地方啊 安下了营寨啊 就不敢出战了 这俄夫色灵呢 带领着自己本部人马 虽然不多吧 还是奋勇的抵抗了准戈尔军队 但是啊 终归是架不住这准戈尔部队人多 还是没打过 被准戈尔大军呢 击败之后退出了战场 这两章过后啊 这小侧灵啊 也有了警觉 小侧灵敦多布 于是命令部队加快脚步 直扑库轮 赶紧抓住直尊丹巴二世 小侧灵认为啊 现在急速用兵 为时不晚 肯定能够顺利的抓到 活服的准时灵童 可是他错了 怎么错了呢 两件事啊 是他没有预料到的 第一件事啊 就是早在九月以前 也就是去年呢 这雍正皇帝就预料到 准戈二人可能会越过 海山来偷袭卡尔卡蒙古 目的就是抢夺这 折尊丹巴活服 所以这雍正皇帝这儿啊 早就有所准备了 那其次呢 其次就是他小看了 刚刚在战场上 被他打跑了的 俄副侧灵 精彩回目就在明天 明天咱们要好好聊聊啊 这雍正皇帝是如何 做出的准备来应对着准戈二人 来抢夺活服 其次呢 这光显寺大战呢 拉开序幕 大清朝的俄夫侧灵 光显寺是一场偶战 才要打跑准戈二韩国大将 小侧灵 敦多不 大清朝的俄夫侧灵